新北市立图书馆大同分馆是细致许多民众喜爱使用的场所 图书馆二楼还有一个演讲厅 平时规划多作为讲座或译文活动使用 但是使用率并不高 因此为了加强建物的安全性及功能性 于112年10月底进行更新工程 预计到今年5月底要完工 新北市议员白佩儒今天就到现场关心工程的施工状况还有进度 那今天初步只要是来看第一阶段整修后 但是还没完工的状况 那除了空调会在6月之前把它赶上来之外 其他内部的装修大概已经陆陆续续的完成 包括整个荧幕的更新 投影设备还有舞台的加宽 让表演者可以有更宽阔的舞台 可以在台上来做更进行的发挥 此次演讲厅的结构补墙工程 包含全动耐震补墙 以及锈时处理和防水工程等 另外也为了让演讲厅能让更多年轻学子 作为表演或是社团成果展等使用 提高使用率 也进行灯光音响麦克风和投影机等全面更新 也将舞台加深 增加舞台可用空间及多功能展演使用 那因为之前展演厅它的设计主要是以演讲为主 所以它的舞台的宽度跟这个深浅都太过于狭小 导致这个使用率不高 那我们知道说文化局它目前在 包括我们艺米的活动中心在进行整体的结构补墙 那硬体做好之后我们当然希望内部的软体可以提供给市民更好的使用环境 甚至我们希望各项包括青少年的这个表演 或者是社团成果展都能够多多的使用这样的一个场地 我们这次刚好演讲厅就结构补墙 也将室内的音响设备这些灯光 还有单枪都重新更新 那整个这个舞台的状况是蛮好的 那我们后续会在启用后 然后广邀在地的学校团体能够来充分这边利用 系纸大同分馆演讲厅结构补墙工程 预算经费约1183万 预计113年5月底完工 规划将于6月重新开放艺文团队申请使用 广方也将与外部团队合办展演活动并增加置办活动 并鼓励在地学校和团体多加利用 让系纸民众参与艺文活动有更完善的场所 记者李嘉文系纸 采访报导